除了念英文 小朋友最爱的恐怕就是看漫画了 带你来看到就是全球拥有超人气的漫画 超人迈入第900集 但是在最新的这一集当中 这位美国英雄竟然宣布 他要放弃美国国籍耶 哇这个漫画桥段 马上呢让美国的保守派超级火大 在电影里水火不清 力大无穷的超人 不只是最有名气的漫画人物 也是全美心目中的代表英雄 但现在却传出消息 在最新的一集漫画中 超人突然宣布放弃美国国籍 就是这段与美国官员的对话 超人表示为了更方便主持正义 也为了不想被贴上 美国政策保护者的标签 而决定在联合国宣布放弃美国国籍 尽管粉丝力挺到底 但超人的决定 却被保守派冠上了叛徒的大罪 保守派媒体大本营福斯新闻网站 立刻填满了批评超人的留言 还有人呼吁杯葛出版商DC 和超人电影片商华纳 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个英雄 宣布放弃美国国籍了 另一个角色人物 美国队长在70年代 便已经宣布过放弃美国国籍 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这一次名气更大的超人 也宣布要放弃国籍 看样子 连天下无敌的超人 也受不了政治斗争中的黑暗 中文新闻 录游沙巴大